随着时代的变迁,越来越多的网络歌手出现,但是真正能拿出好作品的歌手却非常至少。 时间往后推二三十年,在歌坛上踊跃出现了一大批的唱将,甚至有很多人就因为一首歌,或者是一场比赛就成名大伙。 对于著名歌手毛阿敏,想必大多人都知道他吧,他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,然而在当初出道的时候,还有一位同时期强大的实力派歌手。 他打败了毛阿敏,为来获得冠军,他就是金伟玲。 或许有很多人都不熟悉他,但他曾经去轰击一时,然而,自己的生活却获得非常坎坷至极。 出生于1957年的金伟玲,自幼生长在一个音乐之家。 在早年,金伟玲曾经获得了全国通俗歌曲大赛的一等奖。 然而,这并不是他的颠崩时期。 1987年,30岁的金伟玲,参加南斯拉夫国际音乐节中国赛区比赛。 那一次,金伟玲打败了维维,毛阿敏获得冠军。 金伟玲便随之大火起来了。 几乎每一周的电视节目都会出现三次以上金伟玲的身影。 当时金伟玲有多红,可以他自己的话说,那时在上海可以说是家喻互销,出门必须戴着墨镜,还是会被认出来,买东西大家都不让我排队。 此外,他的专辑还曾创下超百万的销量。 那时候,他参加南斯拉夫比赛用的曲目,是古建奔老师的绿叶对根的情谊。 原本金伟玲是要去南斯拉夫比赛的,但因为曲目作者本人的要求,希望他的学生毛阿敏代表中国去南斯拉夫参加。 并由后来,毛阿敏的一炮而红。 金伟玲觉得非常不公平,看言,应该是我去的。 变成了他去,那时我年少气盛,我会觉得是他抢了我的饭碗。 因为这一次意外,金伟玲对门一圈产生了怀疑和厌倦,于是,他便离开了上海的舞台。 随后,他便开始了走学捞金的生涯。 在这一段时间中,他也赚了不少钱,也因此收获了爱情。 金伟玲在苏州的时候,遇上了小15岁的男人。 他们结婚了,并生下了孩子。 生活并没有就这样一帆风顺下去。 为了家庭,他放弃了走学捞金的机会。 转身便在苏州开了一家酒楼。 一开始生意很好,但经营却出现了问题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金伟玲和丈夫的意见不合,最终还是离婚了。 金伟玲选择把苏州的房子留给了丈夫,自己却回到了上海。 失去舞台的他,多年以来的积蓄也所剩无极。 人才两失的他,回到上海老家。 等待他的不是温暖,而是噩梦。 或许是因为家庭的观念,导致弟弟很白金。 动不动就拿着金伟玲撒气,对齐拳打脚踢。 金伟玲表示,我弟弟觉得我红的时候,没有嫁一个有钱人,现在的状况,是我自作自受,比媳妇更觉得,我回上海市来抢房子的,因此对我冷眼看待。 金伟玲还一度被弟弟打成脑震盪。 在上海度日如年的金伟玲,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。 曾经两次试图轻生的他,却因为女儿停止了。 我想到了跳楼,脚都已经伸出去了,后来十一岁的女儿拉住了我。 因为有抑郁症,需要靠教务来维持。 没有办法的金伟玲,只能去想办法维持生计。 他心一合,好去给别人当保姆。 我做了一个多月,其实也就赚了几百块钱。 但我要逼自己,就像拿一盆水托在身上的感觉,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扑醒,将来我才有希望。 一度这样生活多年的金伟玲,出现了转机。 是在中国的人秀上,金伟玲通过努力获得了众多关注。 随后,在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上, 昔日歌星金伟玲的登场,令观众印象深刻。 好友周立波,为其两次崩壁提前离场。 金伟玲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宏集一时, 唱歌比赛中立刻维维,毛阿宁。 但就是这个被认为唱功了得的歌者, 却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二十年。 只希望他在晚年能过得越来越好吧。 。